人间苦空无常 愿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众世尘道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集的 《新智智会》里面的 《知书识礼》第六集 这一集是想介绍一首诗词 这首诗是《李相忍》 我们可以在读诗里面找到 我今天想找的这首诗 《李相忍》的诗就是《无题》 提起无题大家都想起一件事 就是《李相忍》的诗 其实很多诗人都会有些无题 因为他不想 他不想录画给人知道 究竟那首诗真正的目的 他想讲什么 所以他就很忍悔 《李相忍》也不例外 他也有无题的诗 而他的无题的诗 差不多有20首 期间有些是说到他的 一些陷叉射影 说到有些情况 不能跟对方交流 一方面有一部分是情诗 也有一方面 后来有些学者认为 是因为 有一位叫做 二生 因为年纪大了 入怀才不遇 在官场失矣 他也为了避业 不想大家 疼疼疼疼疼疼 所以大家也不可以再怎么见面 今天这首 一定是一首情诗 首先讲讲 《李相忍》这首 今天的舞题里面 舞题有20首 我就选了其中一节 那一节 大家一定要明白 李相忍的背景就是说 李相忍呢 他家里呢 就是当时 是专顺这个 道教 那他家里呢 就在 他十五岁左右左右 大概十六岁之前 就将他送了 一些道罐里面 去收道的 那他们将他送到 一块地方 叫做 这个 玉阳山 玉阳山里面 他呢 去到那里呢 就在那个 玉阳山里面 那个 灵刀里面 就是有一位 灵刀里面 就是有一位 灵刀里面 就是有一位女士 在里面 有收道的 那位呢 就叫做 松华阳 那当中 当然大家 有很多东西 大家都是学到 就是收道 你想想想 很多东西都会很隐悔 所以呢 他就写了一首诗 诗 给 暗示自己抒情 去抒适这种情怀 但又不能太过露骨 于是呢 我们可以看看这首诗 那这首诗 这个母题呢 我是抽了这一诗的 就是 相见是 难 别亦难 东风无力 白花残 那这两句 我们经常都听到的 相见是难 别亦难 那现在很多人 用来去 引用这一句会比较多 东风无力 白花残 尽管风怎么吹 都不能够令到 那些花可以回回去 因为时光已经过去了 不能够令到 风挽回 即是起死回心 挽回 飙借了花 令到花继续很漂亮 好了 后面那两句呢 就大家 我想小学生都会识背的 春蚕到死 思方尽 立他成灰 雷似雄 雄 有些书呢 就做 立他成灰 雷似江 那两个都不会通的 OK 那 晓镜 但受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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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不遇的那种很充心的写 所以我相信这首诗在当时李相影写的时候 应该是真的有很友善 也都是几凄美的动人 它背后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只可以去下上 因为我们不是当期之间 我们只可以猜猜 很多我们分析的东西都是猜的 但实际上当时发生什么事呢 李相影的感觉我们可以share到一半 但是究竟李湘印和这位宋华阳之间他们的很多海后是怎样呢 这个我们都可以去幻想一下 这首诗我是真的很喜欢的 今集先讲到这么多 如果大家有些其他诗的或者词 我们迟些都会去讲一下 今集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